我們到現在 南台灣 連一個國際大機場都沒有 今年已經2019年 明年是2020年 我們大概南台灣有600萬到700萬人口 還沒有一個現代化機場 這個簡直在開玩笑 真的是開大玩笑 所以一手把老闆脖子卡住 一手把勞工的肚子給綁住 所以造成很大很大的影響 因此我才會提出一力一休要重新檢討要廢止 就是因為老公想要多賺一點錢 老闆想要能夠多讓老公加班一起來 那你應付 一個法令把它全部垮住 台灣下一代孩子不講雙語 中英文雙語語沒有前途 立刻要做 全台灣的孩子 立刻 立刻就要實施中英文雙語教育 而且要從幼兒園小學開始炸糕 爸爸媽媽教的米南語 客家化 越南化 各方面 原住民化 在家裡學 我們可以辦演講比賽 社團活動發獎金 越南化比賽 客家化比賽 米南語比賽 但是學校正規教育 一定要中英文雙語 我這個決心是非常堅定 而且絕對不會動搖 因為我知道這是為了下一代 我一定要做 有為了